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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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问问Doctor Who 我們今天问问Doctor Lo Doctor Lo是秘尿外科专科医生 Doctor Lo 你好 你好 大哥 電话里面有位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盧医生先打声招呼 盧医生 你好 我姓李 你好 好 把你的情况 跟盧医生说一下好吗 其实我爸爸 整天晚上去厕所 都挺密的 大概一晚睡觉 就去四五次左右 其实这些是否就是 前列线真身的 这样的情况 如果只是夜晚小便 四五次未必真的 前列线真身的 因为有夜尿的成因是可以很多 但是如果 譬如你爸爸 本身有前列线真身的小便症状 通常是排尿阻塞的症状 例如很久才可以 开始萎尿 萎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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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真的良性前面前身身引致的夜料 通常我们都可以先用药物治疗 有些药物可以放松前面线或者缩小前面线 明白,但会不会平时有什么生活习惯 都会影响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会的,因为夜料可以有很多成因 其中一个成因就是喝水的习惯 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 可能睡觉前喝一杯水 会熬到第二天才缩小便 但譬如去到中年有时会 你为什么看着我? 去到中年,李先生他看着我 我接受我也想听 我说大部分男士也好女士也好 去到中年时 发现睡觉前喝一杯水 可能晚上要缩一两次小便 有缩小便 对,缩小便 因为我们24小时有个身体时钟 年轻时的身体时钟运行得很好 去到晚上有些荷尔蒙製出来 就算你喝一杯水 那个腎不是怎么弄尿的 但去到我不敢看着蛋糕 哈哈哈哈 我看见他真的不敢看我 我立即避一避 不好意思 但如果去到年纪蛋糕的机制没有那么好 你喝一杯水 没有东西制行着腎 晚上正常不弄尿 旁边很快就会容易有夜料 所以通常我们建议 有前列线真心病人有夜料 睡觉前三个小时尽量不喝水 我已经有四个小时不喝水了 我心声告诉你 哎呀,想让你听到 哈哈哈哈 但也要有个合理期望 因为你爸爸 譬如已经有四五次小便 通常就算我们用了药 改善了喝水习惯 都是少一两次夜料 嗯,明白 没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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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因为刚才我都听到 可以吃一些药 因为他很害怕做手术 可能年纪大一点 怕回复那些不太好 那是不是那些口服药 都可以好好地控制到的情况呢 嗯,你当那些口服药 越早开始吃的效果越好 但譬如你说如果已经去到夜料 已经四五次 吃了都是少一两次小便 那大部分的病人 其实都不用去到手术 但如果你说 真是想做手术 真是想做手术 都不用那么担心 说那个风险是否很高呢 那我们如果前列线要做手术呢 传统那些手术呢 就是耐士镜 经过那个尿管 去将那些阻塞的 那些前列线组织 用电刀去割除 其实那个入侵性不是太高的 但也有一定的入侵性 一定的流血的 如果是年纪很大 手术风险很高的病人 但这个很合适 很合适的 我觉得这个难 最近多多佬 我做这个问问多多佬 都有很多乖孩子乖女 他们很关心他们的父母 例如李先生 很关心爸爸 有关心妈妈 他们都要代他们问 其实是好的 你们变得很留意 你们的父母 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好事 我其实我想问一下李先生 爸爸自己有没有明显 有没有察觉 我其实晚上起了很多新闻 我有担心 还是你帮他担心 其实他自己没有的 他们七十多岁的人 觉得26人当然睡不了那么多了 起床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 不是太普遍的东西 不应该这样常常起床 但是他们就觉得 老人当然是睡不了那么多了 好了 于是你有没有想过 怎样去 就是说有没有 不是 有没有试过去 就是劝他 不如爸爸带你去看医生 有没有试过 有的 但是始终 就是上一辈的 比较抗拒一点点了 好人好者就不用特别看医生 看医生做什么 有没有试试看医生 就是我有病 不看就没有病 就是你知道 大长、长辈那些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是 这个一定是 这个其实我也想 让劳医生给一个意见 因为一定有很多这些 你的病者都是这样的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给到 就是用一个什么方法去探讨 怎样都去看一看 或者吃一些药 没有坏的 其实我们看很多病人 都是很迟才去看医生 很多病人 其实越早看 控制效果越好 所以真的不要太过 偉择技術 早点看 找清了什么事 早点开始医 会控制效果好一点 不要等到 试了四、五次 就算医好了 可能都 医得好 也可能少一两次 很多病人 例如糖尿、血压 你不理它 其实 头十年可能没事的 你不理它 十年控制一叉 一来就中风心脏病 那些一发生了 整个生活都改变了 通常你去到六、七十岁 那些年纪你会享福的 如果你是及早去找医病 控制一号 其实整个 我们越来越长命 可能去到八、九十岁 整个 整世都很开心地生活到八、九十岁 但如果我去到五、六十岁 不理自己健康的 有前列线真心不知的 有夜尿不理背后的成因的 有血压 有糖尿不理它 可能去到六、七十岁 突然之间中风 整个生活就改变了 明白 年纪大当然一定有自己的借口 但如果想说年纪大得来 又有一个健康正常、舒服的 一路这样很graceful的 年纪大下去 其实真的可能要看着自己的健康 真的要关注自己多些健康 我觉得你一不宜这样 李先生你扮一个不觉意的 哎呀那么有趣 那个又叫李先生 这么像李老爸 因为你听一下这个医生说什么 让他听一下 那可不可以不如听一下蛋话 健康蛋呀蛋话 不如去看医生 你都劝一下 试一下用这些方法 带老爸去看一看 我觉得 对吧 对啊 对啊 我认为这些节目出现 我也打算让他看一看 对啊 那你们说好过我说 对啊 你比我说一百句 好了 当然我说一句了 你叔叔 阿蛋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叫你叔叔 大家其实差不多年纪 喂 叔叔 真的 这一条片是你儿子 特意打电话 我们帮他找盧医生的 那你乖吧 听儿子说 儿子真的这么疼你 他一定要带你去看医生 你听他说 去看一次医生 听听有什么情况 好吗 这是我说的 好吗 行不行 多谢蛋哥 多谢蛋哥 多谢盧医生 如果他真的肯制 你告诉我 好 让我说 我们做到事 我会在下面留言 好啊 好啊 先谢谢你 谢谢 我谢谢蛋哥 大努医生 谢谢你们的资料和意见 好 我先关闭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好了 我是代人问的 是 年纪差不多 六七十 你这么年轻 你这些气质真的很坏 你做什么医生 我刚才听到有一句说 很早的时候 我觉得 我都好像安乐一点 我朋友都好像安乐一点 就是说 夜尿蛇 去得多 不是一定等于 就是有 这个 纤尼斯增生 等等的 我朋友就是这样 他又不是 他要很久才休息 真是正常的 但就是有一两次 要起床 六七十岁的时候 最主要是他必须见你 最好是见一见 因为 夜尿的成因 其实我们主要可以归纳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 旁肝容量少了 通常就是 前列线真身 或者是旁肝过度活跃症 那些 失得久 旁肝迫敏感活跃 以前可以很稳定 处于三四百毫升小便 现在可能一二百毫升 已经有个信息给大脑 要拖 引致夜尿的 另一类的成因 就担心一点 就是制造尿量多了的成因 制造尿量多了成因 可以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可以是 饮水喝得多 这个靠控制 那个 饮水习惯 可以治疗了 另外就是可以睡眠窒息 可以是有糖尿不知 或者有糖尿控制得很差 又或者可以心脏衰竭 那些是不同的原因 引致夜尿 夜尿本身其实不会真是 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最多你都是觉得 睡不着 夜头觉得累 集中力下降 甚至影响情绪 但背后的成因 例如说 睡眠窒息 原来是睡眠窒息引致 心脏衰竭引致 慢性甚麽的先兆引致 你不去找原因没有治疗 就真的可以影响健康 所以最好看一看 如果我说服我这个朋友来见你 那你会跟他做什么 首先会做什么 通常我们避疗科医生 见到病人说有夜尿 我们分三部分去看 第一部分就是一个闻症 一个好的闻症很重要 除了我问你有没有小便症状 我还要问你 我怕你是前年线良性生 我问你有没有排摇阻失症状 我怕你是睡眠窒息 我就是要问你 有没有避寒 有没有避寒 另外就是我怕你是心脏衰竭 我问你有脚腫 好的闻症很重要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检查 就是下部检查 检查包括什么呢 探光检查 检查看前列线多大 很大怕前列线真身 有硬快的话 顺便西查有没有前列线 抽前列线指数 什么检查 抽血看前列线突如抗 抽血 对 探光检查才有硬快 探光吗 对 要看前列线有多大 有没有探光 这么土发炼钢要探光吗 要的 我们通常都 我朋友害怕的 如果害怕的话 那不会强行来的 所以不用那么害怕 我们不会强行来的 探光检查看 下一步我们就是做小变日记 小变日记是什么呢 小变日记是 我们的小变日记 不是我们的青春日记 要做一些风货 是什么来的 今天 找三天 找三天就行了 对 太多日不听的 这病通常 找一两天又不够代表性 所以找三天 通常找三天 买两个凉杯 一个凉杯凉饮水 另一个凉杯凉自己 凉尿有多少 捨下刷几点喝几多水 凉多少尿 我们要找那个饮水 和小变之间的关系 还有我们大约可以猜到 那个凉肝容量有多少 去告诉我们 这个夜尿次是什么事 再做一些基本抽血验尿 看看有没有糖尿 或者肾功能差了 这是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有这些初步 我们有问证 初步的检查 我们通常有点初步的诊断 视乎这个初步诊断 我们安排第三部分的检查 例如如果我怀疑量性前线真身 我便安排 尿中有测试 通常不用尿流速 看看有多数万 如果我怕是睡眠窒息 可能要找呼吸科同事看 有多厉害 通常我们分三个看 所以不用担心 如果有夜尿 真的找医生看好一点 好 今天谢谢劳定健医生 尿专专科医生 便告诉我们 关于老 lodó Doc who 李先生 便回问了夜尿 大怯我朋友 如果大家有对夜尿问题 不妨留言 葛老佛很好 我看他的样子很好 如果有多些问题留意 帮他们回答一回答 可以 谢谢 如果您有健康問題 亦可將你的問題通訊軟陷阱868 同時會找例如李先生 跟Dr Lo討論 可以問他所問的事 今天謝謝Dr Lo 謝謝蛋哥 謝謝 謝謝